在保加利亚的新娘售卖即时上 单身男神们正在物色自己心仪的对象 这些13到20多岁的姑娘们 只需花费几千块到上万人民币不等的价格 就能带回家当老婆 在这里相中哪个女孩就可以直接前去购买 如果贤贵甚至还能讨价还价 当然女孩的价格也取决于她们的年龄和姿色 在保加利亚中部的旧扎哥拉 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新娘售卖大会 在这场一年一度的售卖即时开始的前一天 记者来到了即将参加即时的一个大家庭采访跟拍 出门迎接的是24岁的佩帕和19岁的妹妹罗希 她们一家八口人生活在这座拥挤破旧的小房子里 佩帕说到由于贫穷自己跟妹妹就只能挤在一间卧室里 家里为了改善生活还养了几头小猪 虽然贫穷但一家人对于客人的到来还是非常欢迎 她们热情地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来招待 她的父母也是相识于就扎哥拉的新娘售卖机会上 感情也是一天天慢慢地培养出来的 佩帕在15岁以后每年都会参加售卖会 几年来由于钱来购买的男人出价太低 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母亲认为培养佩帕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 所以她们还在等待出价合适的男人 这里的女孩十几岁以后就不会再去上学 更不会让她们跟异性进行任何的接触 整日都会让她们待在家里以防受到诱惑 19岁的罗希有时候会偷偷地使用交友软件 在里面她也认识了几个帅气的男孩 即便在喜欢她也明白自己并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为了明天的集会 家人早已为她们提前准备了许多好看的鞋子 这些鞋子她们平时根本舍不得买更没机会穿 在今天女孩们也难得有一次外出逛街的机会 她们去商店挑选漂亮的衣服 同时会不惜花费重金去购买昂贵的首饰和衣服 因为只有打扮得越好看才会能够吸引有钱的买家 如果运气够好碰到土豪 不仅可以收回这么多年养育的成本 甚至还能够大赚一笔 即便很清楚明天很可能就会被卖掉 女孩们却没有任何担心和抱怨 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还能有这样的习俗 回家的路上 女孩们一路上有说有笑 并期待着明天的集会 对于未来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她们一点都不担心 回到家里 女孩们争先恐后的开始为自己画上精致的妆容 穿上新美的礼服 哥哥都是大美女 只可惜她们并没有接受更多的教育 也并不知道爱情是可以自由的去选择 所有女孩们都一样 精心打扮后 一定不能忘了再拍上几张照片臭美一下 推怕的家人一直从事着传统的补锅工作 收入十分微薄 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她最大的愿望也是希望女儿们明天能够被人买走 这样家庭的生活才会得到彻底的改善 这个女孩也是买卖婚姻的牺牲品 她并没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自己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 将来她不想孩子像自己一样 所以也尽自己的可能让孩子远离这种习俗 真正的去为自己的人生当家做主 到了夜晚配怕的家里热闹非凡 人们聚在一起开心地跳舞唱谈 谁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什么样的男人 在我们看来这跟卖女儿没有区别 好在如今女孩的父母们也渐渐意识到了这种问题 他们也会在现场为孩子们拔把关 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在买卖婚姻 而是一场大行乡妻而已 第二天一大早 女孩们就早早地起床开始打扮了 这天他们都怀着期待和激动的心去迎接缘分的到来 新娘寿卖会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单身男士们在挑选心仪对象的同时也不忘讨价还价 面对单身男士的调侃女孩们也并不在乎 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来到这里的大多都是13到20岁的姑娘 当然也有一些医药价过高而卖不出去的大龄圣女 这种备受争议的传统很大原因是因为落后的思想观念所导致 这样的机会只允许吉普赛人参加 种种原因让吉普赛人到哪都不太受欢迎 他们一直穷困潦倒 为了将种族延续下去 渐渐的就形成了这种奇葩的习俗 当然在这里甚至可以退货和二次出售 这对女孩来说是相当的残酷 可大部分却还是觉得这样并没有任何不妥 只有一小部分女孩对婚姻有正确的认知 她们不想再被当作工具一样被卖掉 而是能够独立自主地去选择自己的人生 当然对她们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的艰难 要想打破这种习俗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 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接受现代教育 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要明白 有什么意思 我留意